系统不做人了吗 故意想开热闹是吧 虽然奖励很诱人 但我一身正气 不会为无斗米折腰 为了奖励忍了 我说 洛夜娘子 咱们再加速一下 我着急帮你退婚 啊 好啊 郎君 熊爱是吧 疯狂为我吃狗粮 把我白泽当狗啊 话说 你为什么喜欢吃糖葫芦啊 这个嘛 其实和我娘亲有关 我娘亲被人排挤 罗罗成仆人 小时候我和她住在柴房 每天做辛苦的家务 洛夜长大了 还帮娘干活 每当不忙的时候 娘亲就会拿出 节约下来的糖 给我做糖葫芦吃 糖葫芦好吃 慢点吃 还有呢 我人生第一次吃到的美食 就是糖葫芦 后来 娘亲中毒去世之后 就再也没人给我 做糖葫芦吃了 但我最喜欢的 还是糖葫芦 每次吃的时候 我都想到娘亲 放心 你娘亲在另一个世界 肯定好好的 你要开心点 让她看到你无忧无虑 才会放下心来 谢谢大师兄 我会站坐起来的 大师兄 对不起 我一次次的连累你 我已经习惯了你这个小坑货 再说了 师兄保护师妹是应该的 终于到了 这里就是将军府啊 小姐回来了 小姐回来了 他身边的那个男人是谁 好帅啊 难道是小姐 在外面养的汉子吗 那个人气质非凡 应该是修士 胡孝女 你还有脸回来呀 这野种 还有八天叫婚礼了 今儿才来 杂种张洛艳回来了 爹 我已经和师兄喜结恋礼 让太子退婚吧 什么喜结恋礼 你 你们这是离经叛道 小野种 翅膀硬了是吧 连你爹的话都不听了吗 让你嫁给太子 就乖乖听从安排 不要胡来 一个靠皮肉上位的家伙 也别说我 当年你排挤我娘 把她打入柴房 害我艰苦的生活 后来我娘中毒身亡 和你也脱不开关系 小野种不要胡说 臭妹妹 我看你是找打 洛艳 怎么和你娘说话的 你们 牧荒 我有办法 能让你堂堂正正地处置他们 护身术 开 啊 怎么回事 嘴巴不由自主地张开了 之前系统奖励的寒笑半步完 派上幼场了 啊 你往我嘴里弹了什么东西 娘 常义 休要放肆 别以为你是道宗大弟子 我就动不了你 哇 大师兄为他追了什么奇怪的东西啊 哼 含笑半步完 可以让人陷入痴呆状态 乖乖言听计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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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的妈妈叫爷爷 哈哈哈哈 啊 夫人 爸爸的哥哥叫叔叔 vigor 嫁 Turtle 婆婆的老婆叫妈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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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婆娘 我问你啊 我娘的死 當初剩下的毒吗 had 是又如何 had 她死了 我才能安稳的上位 让你爹断绝对她的想法 哼 哼 呀